大家好,我是大雄,今天是2024年4月28日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已进入到第794天 据乌总参部战报统计,在过去24小时内有1124名俄军阵亡 累计阵亡46.5054万人 乌克兰估计俄军的伤亡人数超过46.5万人 西方普遍认为,俄罗斯伤亡可能在30万至40万之间 对乌克兰的伤亡预测小于俄罗斯 可能在20万至30万之间,俄罗斯人愿意承受重大的损失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获胜或有潜力获胜 然而,随着战争的推移,俄罗斯最近动员也遇到了难题 俄罗斯获胜的看法正在减弱,阿布地夫卡战线 奥切雷泰因和诺沃卡利诺维这两个村庄都被俄军控制了 乌军撤退到索吉尔、辛波克罗夫斯克、乌曼斯克的临时防线 在佐里亚轴线上,俄军向北推进两公里 目前,俄军在阿布地夫卡附近部署了整整一个坦克师 第九十诗,巴木特战线,俄军从伯赫达尼夫卡、伊万尼夫斯克、克里什吉封卡三个方向发动了猛烈攻击 双方之战陷于胶着东部战线 俄军恢复在库扬扬斯克方向的攻击 夺取了吉斯利夫卡、乌地79独立突击旅 再次击退了俄军在青海利夫卡的攻势 扎卜罗斯战线,俄军可能会在夏季发动新的进攻 乌军的防御攻势正在稳步扩大 两条主线不断地向东西延伸 与俄罗斯的苏洛维金相对而立 赫尔松战线,乌军两架苏-25战机发射火箭弹 袭击了辛波克·罗夫卡、俄军阵地 4月27日,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 希尔斯基在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表示 前线局势复杂且趋于恶化 希尔斯基表示,乌克兰需要更多的援助 而没有试图掩盖问题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会议上 向54个国家代表表态 俄罗斯以为可以轻易地征服乌克兰 认为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 认为乌克兰人不会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认为世界只会袖手旁观 结果,俄罗斯在每一点上都错了 俄军正在趁着窗口去占领更多的区域 但随着援助逐步到位 乌军在部分地区已经开始倾泻弹药并发击反击 4月26日,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新闻处发布了通报称 当日凌晨一架俄方卡三尔多用途直升机 在莫斯科的奥斯塔菲耶夫机场被击毁 该机场由俄罗斯国防部拥有 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共同运营 通报称被摧毁的飞机被用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作战行动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 被摧毁的直升机在跑道上燃烧 通报没有说明乌方使用何种手段进入到莫斯科 并摧毁了这架直升机 4月27日,俄联邦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维杰夫 表示为回应美国没收俄罗斯资产的行动 俄罗斯有必要在立法中规定 终止外国人财产和非财产权利的可能性 梅德维杰夫认为 俄罗斯无法对美国冻结俄罗斯 转给乌克兰的行为 做出完全对等的回应 因为俄罗斯没有大量的美国国家财产 包括金钱权利和其他的美国资产 4月27日 英国国防大臣沙普斯表示 意大利向乌克兰提供了数量不详的风暴阴影导弹 援助一如既往的保密 沙普斯刚刚透露 这些导弹去年与法国一起被送往了乌克兰 并被积极的用于打击克里米亚 4月27日 从阿弗地普卡缴获的乌克兰鲍2A6坦克 正在被运往莫斯科 据悉坦克将被运送到莫斯科的波隆纳亚山 在那里将举办缴获的西方装备的展览 俄罗斯宣布缴获德国的鲍2A6坦克 美国的MA-2波拉德里步兵战车 这将无俄罗斯人的士气 MEA埃博拉姆斯主战坦克 似乎在俄乌战场成绩不佳 媒体确认美国运往乌克兰的31辆MEA 埃博拉姆斯主战坦克中已经损失了5辆 全部是遭遇无人机袭击导致 坦克本身性能并未发挥出来 4月26日下午 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沃斯托克镇的阿夸别墅酒店发生了爆炸 俄罗斯斯塔夫罗伯尔边疆区 聂温诺梅斯克中央市场发生爆炸 4月27日凌晨 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 斯莱威扬斯克库巴尼料厂 这个料厂年产700万吨燃料 金流塔遭到了损害 维修时间估计需要数月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西威尔斯基区的耶尔斯基料厂 利清厂都遭袭并起火 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库什切夫斯卡亚镇的军用机场 也遭无人机袭击并起火 现场视频显示用于 遏制滑翔炸弹的机翼 适配器 仓库被击中了 4月27日 俄罗斯本土的油库已经全部的加强安全测试 安装了防撞瓦 4月26日 电报频道BAJ报道 俄罗斯机场的咖啡馆和商务大厅里 所有的金属刀叉不允许使用 金属餐具也将很快的 从所有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上撤下 这些措施是由于航空运输 受到恐怖袭击的威胁 俄罗斯交通部要求采取额外的安全措施 所有机组人员 必须在地面和飞行期间 演练防恐措施 必须严格禁止未经授权人员 进入驾驶舱 机场和商务舱使用的所有金属餐具 包括刀叉将被塑料餐具取代 该禁令将持续到 2024年5月17日 4月25日 白通社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洛卡申科 谈到了生活在国外的反对派 夺取布列斯特州的科布林区的计划 他们宣布建立政权 并邀请北约派遣军队 所有这些北约活动人士 都帮助在俄罗斯和友好的 白俄罗斯领土上组建恐怖组织 但他们对夺取领土 或发动政变的希望 是理论上的想象 他们不会有这样的结果 4月27日 俄罗斯报报道 俄罗斯议会上院议员 财克夫称 如果西方军队决定采取这一步骤 那么 白俄罗斯将与加里林格勒领土重新统一 如今 似乎有不少人 任何事情的对错都无关事实与逻辑 他们所在意的只有所谓的市场 只有所谓的立场 准确来讲 就是不以是非定立场 而以立场定是非 例如 他抢了东西杀了人 就是犯罪 他父亲哥哥姐姐妹妹 抢了东西杀了人 则是为民除害 一个人呢 一旦活在这样一个立场的世界里 就很难把他拽出来 因为 你用来反驳他的 所有的事实和逻辑 都会被他扣上立场有问题的帽子 然后 他会对你一脸的坏笑 或装腔做事的一脸乌云的 愤慨的怒视着你 下重不可于兵 不要试图改变下重 切记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吧 最近大雄的视频流量很低 收益很低 希望宽宜的朋友能经常的鼓励我 给一些打赏 您的一份打赏 一份暖暖的心意和支持 给我坚持力量 许多大陆朋友反应 看不到打赏的按钮 大家可以扫频道主页的微信赞赏码进打赏 如果大家觉得视频还有待改进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好改进 大雄也知道这两年的光景不是太好 也不想大家为了看视频破费 尤其是长期支持我的朋友 但沉重的生活负担 压得我揣不过气 只能伸手向大家讨要了 如果你不宽宇 就不要打赏了 点赞转发大雄的视频就足够了 好了 先话不多说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